2004年 中国核电发展提速 U型管生产技术却还被卡脖子 第三代核电装备 急需中国自己生产的核心配件 一边是迫切需要 一边却受制于人 当时世界上只有日本 法国和瑞典的三家企业能够生产 价格就非常的高 交货器又很难保障 对我们国家核电站的进度实际上是影响很大的 2007年的时候 老挖 神经说过 中国在神经之代不可能生产出690U型管 我的自证心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在哪儿我都要把核政治发生机U型管做出来 世界有时也是产生的原动力 生产线上 钢皮管正在被炸制成30米长 厚近17毫米 1毫米厚度的长管 杂质的同时反复清洗 上百次试验调整后的脱质工艺 今天已经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 补上核电设备制造的短板 背后是国家的支撑 2008年 690U型管研发列入863计划 2010年列入国家重大专项 七家国内知名的科研机构院校共同研发 一百多道生产工序的技术难题一一破解 这是超近脱脂的严苛检测 小指头粗细的钢管必须做到内外洁净 一尘不染 才能保证核电装置运行的安全 白色的羊毛毡在压缩空气驱动下 穿过30米长管仍要保持洁白如新 再经过内窥镜抽检 合格后才能进入最核心的弯管制作 你看这里面还是比较均匀 没有啥色差 30米长的直管弯成U型管 极薄的管壁在加工过程中 仍然要保持内壁不变形 难度超乎想象 工人们正在对U型管的底边进行五点测量 五个不同的弯曲点 分别测量外径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算出椭圆度 每一处弯管的截面都是标准的圆形 才算合格 这最后一道工序一旦失误 前面一百多道工序则前功尽弃 U型的那个顶头它变形量最大 不断地在报废 一根管子就是一万块钱 晚上睡觉有时候会经常地惊醒 核电站运行中会定期停堆检测 探头会逐一通过管道探诊 如果钢管底部U型变形大 探头很难通过 给安全带来隐患 无数次报废 无数次失败 历经一年时间 团队终于找到了最佳的控制角度和力度 突破瓶颈的那一刻 张力宏终生难忘 就是出来以后那个管子 戴着那个手套 摸着这个管子 就特别地舒服 一点都没有感觉有变形 就在那来回摸呀 爱不释手 人工序实际已经控制了正过0.02口 也就是两丝对吧 两丝就相当于头发丝的五分之一 一个蒸发器 在五千至一万只 要做得像一根管子 汽车公差都在2到3 是现在都做得到吗 对 现在都做得到 车间里最新一批690U型馆下线 今天上万只U型馆 技术指标几乎可以做到完全一致 企业的核心技术 它对国家的强大 是求到的保障最 这是人家真正的核心竞争点 我想直到有一天 如果我不再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这些记录后人在翻开看的时候 他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 在核电690馆都做了些什么 解决工业发展中一道道卡脖子难题 关键核心材料一点点实现国产化 自主化 带动了国家工业水平的整体提升 今天 中国钢铁工业出在从追求数量速度的扩张期 向高质量低碳的新发展阶段演进 一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绿色革命 正在到来 这片中国钢铁产量最集中的区域 对超低排放的要求越来越严苛 钢铁行业一直是大气污染治理的主战场 做了12年企业环保部长 杨小斌每一天都与这些数据打交道 PM2.5 PM10 看全国的 看形态的 这个我们自己的排放数据 醒来第一眼就要看今天是什么情况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面临着严峻的碳减排任务 降低中国工业化进程造成的环境污染 需要钢铁企业走在第一梯队 为进一步改善经经济环境质量 河北对钢铁企业提出超超低排放的倒计时 杨小斌的压力更大了 超超低排放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工艺的极限 二氧化硫原来三十五的话 我们必须达到五一下 颗粒物我们也达到五一下 淡氧化物达到三十五一下 这几个数值在全球钢铁行业来说 也是最严苛的标准 无人机飞减 走航车抓取 上千个环保风险点 自动采集空气质量 数据实时汇总到环保部门的监测中心 我们有26套在线系统 都跟区环保局 市环保局 省环保厅进行联网 每个数据一旦有潮标或者是上升 它们会第一时间预警 这是烧结车间的楼顶 正在抓紧加装一套带氏除尘器 钢铁企业80%的污染物排放量 都是来自于烧结车间 它也是产生PM2.5 造成雾霾的原因 带氏除尘器 可将大部分颗粒物收集起来 每天过滤的灰尘量 大概是1000千克 放到空气中是个什么概念呢 大概需要1000亿立方米 才能把这1000千克的灰尘 才能吸制掉 相当于一个小城市的面积 才能把它吸制完 这里原有一套上万个带氏除尘器 已经达到颗粒物排放 每立方米10毫克的国家超低排放要求 再加装一套双倍过滤 颗粒物排放就能降到 每立方米5毫克以下的超超低排放 好 色情了 氧16点16 大氧化里几乎没有 你看这个大氧化物 稳定的35 克的物这个是4点多 对吧 不大除尘效果是最好的 德龙钢铁厂 比邢台市区直线距离8公里 厂区后就是太行山雨脉 杨小斌常常爬上山 远眺这个城市 这边太行山 这边形台4 这边是个洼地 对吧 它的风从那边过不来 所以这块形成一个窝旋 污染物没扩散的条件 京津济地区 位于太行山东侧和阉山南侧的 半封闭地形中 大气扩散条件先天不足 从2013年至今的几年间 大气时调 蓝天保卫站 以及钢铁行业超低排改造 一系列重权置物措施接连出台 环保成为钢铁企业 必须跨过的一个生死界 钢铁企业是环保重要的监督对象 也是环保新标准的推进者 当年企业关停的危机 杨小斌至今难忘